大家好 其实欢迎回到我频道 今天给大家开箱的是这两个机身 对应的两个小镜头 都是比较特殊的好玩的东西 那就放在一起来给大家开箱 那我们先来开始吧 先来开这个 比想象中要大很多 这是一个Olin84的镜头 但它不是一个独立使用的镜头 它是用来搭配这个1442的 因为1442上面这一个卡口 我一直以为是遮光照的卡口 其实后来我搜了一下 1442其实当初Olin84为数不多 竟然出过一个这样的广角附件 这样子的一个镜头 应该是有两组镜片的 就很类似于我们常规网上买的 什么零点几倍的那种光照镜头 但原厂出的应该会更好一点吧 先看一下 好像没什么灰尘 因为它是固定的结构 表面也没有划痕 我们上机试一下 应该就是对准了卡口 直接转进去一下 组合起来是这样的效果 它只有银色的版本 对焦没有任何影响 甚至好像最近这条距离 都会变得更近一点 对最近这条距离好像变近了 稍微带有一点点广角的积变 因为它是这个是一个外置附件 所以系统没有识别到 也没有做矫正 它会带一点点积变 但是整体上来看还行 就是会广一些 如果用来自拍的话 看一下会怎么样 这样好像自拍就不错了 因为它这广度大概是 转换完以后是20毫米的样子 自拍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20毫米自拍手持这么轻的一个机身 其实那你这个镜头是四五百块钱 这一个是两百块钱 那这个组合起来其实还挺便宜的 也就是五六百块钱 你就可以有一个Vlog的镜头 并且这个镜头的光圈 我看一下最大是3.5 其实3.5我觉得日常也够用了 特别是白天手机挺好的 晚上可能是稍微不够一点 看到视频档看一下 视频模式下 对焦的速度也不受影响 而且可以更近一点 这样日常用来拍摄Vlog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看起来稍微有点夸张 这样子大一点的镜头 但自己用就好用比较好一点 好的 这个先放一边 我们再来开另外一个箱子 卖家总统员给我很久才发货 是一个泽尼特的小南瓜 真的就很小的一个镜头 但是重量还是蛮沉甸甸 虽然说是塑料的外壳 先看看镜片也没问题 之前跟我说镜片是完好的 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 光圈 光圈还挺紧的 但这镜头很小巧 比别的50头要小巧很多 然后比较有趣就是这种老头才才有的 五颜六色的这种配色 它的微距是0.35 然后应该是1.5的放大倍率 这些的是1.5 然后这有一个转接环 转接成了M4R转成EF的卡口 还是银色的一个盘 可以开机A档上面 光圈开的F2 它的对焦好稀松 就没有那种什么油泥的阻尼感 找一个来做一下焦点 拍一张照片看一下 很多人用这个镜头用来拍一些小物的特写 还有镜射 因为它最近对要距离比较近 可以拍一下这个 讲真有一点点肉 然后色散也没话说 但是整体我觉得画质还可以 这个镜头很便宜的其实 传承中它抗旋光比较弱 没有那么差 我觉得还行 色散是没办法 老镜头的色散是 特别是交点前后的色散是没法避免 毕竟不是APO的镜头 然后这个机身 整体来说还挺好玩 挺小巧的一个镜头 如果你是单反机身的话 它应该也不太会打板 我看这样的镜头 单反应该不会打板 我看一下它的对焦手 对焦手是往外走的 所以说应该是不会打板 基本上是水平的一个效果 单反应该也是可以使用的 这是一个 我估计是M42转成EF的 具体的这些测评 我肯定还是会单独来出的 在SIRON起初摄影的账号上面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